首先多謝大家的關心 因為昨晚影片之後很多人都提醒我 戀男、Thomas 注意身體健康 其實我之後問回大廈的有關人士 原來不是隔壁那個人 純粹是他由大陸回來 但他不能在家隔壁 他就要被人捉到那個 這個是偷聽回來的 要去曹公譚 就要去接受隔壁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也很感謝大家的關心 上星期四去怪譚 那個時間不是很足夠 所以我現在首先 這段影片會講一個 總的農曆八月升盤分析 就是對全人類 尤其是對香港人 總之這個地方 時區是在香港的時區 就是GMT加8的時區 包括北京 對這些人有什麼影響呢 因為我這個盤 那個後天公位 我就是根據香港時間去推出 但如果我們不理這些公位 當然那些星的一些角度 都會對全世界所有 陷阮的人是有影響的 星期四那晚也不斷強調 其實每一個星月的力量 起碼就一定有 可以最後一個月 由星月到下一次星月 因為初一十五三十 我們叫一個Lunar Cycle 月的循環 正所謂月有感情圓缺 索望索望就是這樣 但是長一點的話 就可以是半年 為什麼是半年呢 因為半年之後 就到同一個星座的滿月 即是今次是寸女座新月 而半年之後 就是寸女座滿月 所以它是一個更加大的循環 但是再長一點的話 就是一年 為什麼要一年呢 因為它就是下一次的寸女座新月 這就是真真正正一個 最大的Cycle的完結 不用擔心 我這一個是講一個普通的星盤分析 但是之後十二星座 人類的星雲會陸續有例 同時在這個分析片裏面 我會講多一點點沾晶理論 因為我之前才聽到 原來其實很多人都是 他們都是認識一點點沾晶的 所以他們對這些東西會有興趣 所以不認識那些人 麻煩要引用一下 因為其實我也要平衡一下 雙方的利益 但是 到了之後 獨立那些十二星座片 我盡量不會講那麼多理論 但是這裏就要理論和實際的狀況 就是那個實際影響 兩邊都要夾集一點點 確保又有學術根據 又有這個 不是叫娛樂性 但是是什麼呢 是有這個功能力 有這個實際幫助到大家 好 首先要提多一次 如果性低的時間還有病 這個世界還有任何病毒的話 正如我上次想 是上上次 上上上次 總之我第一次上拐壇 或者是我之前做過三大語言的Live 我也提過大家 其實是12月13日 很厲害 那時候要開始小心一點 為什麼呢 還有什麼方面的病 可能是血液 水 甚至是泥土 甚至是炭椎菌 我相信大家都是記憶猶新的 為什麼呢 因為 11月12日 木銘俠 然後翌日 火星開始由逆行變回順行 是接連兩天的事 木星會放大了冥王星的死亡現象 而且火星更加把東西變成含含聲 但這些東西不是馬上爆爆 大概是一個月的發酵時間 所以為什麼12月13日 即是我生日呢 對 就開始對全世界會有這樣的影響力 當然 還有我們冬至那時候的土木合 這個N年一次的土木合 都會令到這些東西 力量更加浮大 但是放心 是不是一定會發生這件事呢 不是的 但大家也要小心一點 為什麼不一定會發生呢 因為其實11月12日 木銘俠是在摩揭座的22度 然後翌日 火星順行是在白陽座的17度 其實兩者相差5-6度 所以那個力量不會馬上 就會那麼容易被迫 所以事後如何呢 就要看全世界人類的做法 當然非常勸大家 要多多念佛 或者做一些善事的功德 以去令到世界的正能量磁場更加好 是不是 好了 讓我們看看星圖 左邊9點鐘方向有一條 箭咀 寫著ASC 這個就是我們叫上星星座的軸 那條軸 然後搭著正正上面 有一個鎖匙 一個鎖匙公仔 這個其實是叫海龍星 和它是逆行中的 在白陽座 這個上星公位就是根據GMT加白時區去設定的 所以這件事會尤其是對我們這個市區的人 有一個更加大的影響 但是始終 這裏也是牽涉了火星 然後火星和土星 因為這些東西 是對全世界都通用的 所以 我接下來講的這個點 是全世界都通用 但是尤其是對GMT加白時區的人 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我們的頭部 面部 尤其是眼睛和舌頭 會容易有一些救病復發 還有對我們人體的整體活力 我們的血液 我們的血管 心臟 我們的血脈 脈搏這些東西 還有肌肉 和男性的性器官 都會容易有一些困擾 尤其是有舊病 就會很容易復發 在這個農曆的八月 另外 在心理上 就是如果有一些過往 尤其是對我們一些身份認同 這些議題 如果是過往令到我們很尷尬 那它今天又會再令到我們 會感覺到很不安 很憂慮 例如我當我小時候被人笑過 你是肥妹肥仔 然後這個農曆八月 可能會見到一個 過去經常在笑你的人 或是過去的一些狼狼 他們這次遇到你 你會感覺到很不自在 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或者是對於整個社會 如果整個社會 過去曾經有什麼傷痛 令到我們感覺到很不安 在這個農曆八月回來的時候 會侵襲我們的情緒 原因除了是因為火土四分 還有因為 其實那個火星 在八陽座的位置 就和柱女座 現在有個 新娘子那個地方 柱女座的那個 那個日月相合 什麼叫日月相合呢 其實就是新月 這次這個new moon 初一new moon 他們剛好形成了一個150度的位置 即是他們相差了150度 不信你自己數一下 他們會經過五個宮位 所以中間就是隔了150度 我們是叫他做一個病相的位置 然後剛好處女了 是掌管人的身體健康 或者一些衛生的議題 所以為什麼這個農曆八月 是真是很容易會領到我剛剛說的那些病痛 何況這個新月 是跟在雙魚座的海黃聲 是直衝的 形成了一個180度的對分相 所以那個疾病的衝擊 都是比較大的 OK 還有 還有加上什麼呢 就是根本這個上星星座 在白羊座 原來白羊座的守護星 就是火星 然後火星剛好就在一宮 我們看到這個阿拉伯數目之一 那就是說 其實對我們整個人 我們整體的活力 健康 尤其是我剛剛都說了一些什麼部位 是會有一個非常大的 影響 OK 另外 對於全世界 尤其是GMT加8的時區 我們會看到火星和土星 土星是在山羊座的土星 土星的樣子 其實是好像一個船的拋樓 那樣的東西 火星和土星是形成了一個 叫90度的四分相 我們在占星學 其實在社會裏面 會容易出現一些代溝的世代之深 對 例如 小朋友青年人 vs老人家 其實我會很快想起 就算我不說現在社會發生的事 但我會馬上想起 就是 學生和老師的壓力 會容易導致 小朋友會有些輕生 想不開的念頭 which 這些事情其實在過往很多 開學的月份都會發生 這件事其實是 我們在占星看到的能量的機會 和我們現實生活很多的經驗 是不謬而合 所以會令到我特別擔心 除此之外 運動員 我忘記上星期四的 昨天我有沒有說到 但是運動員 也是要小心的 因為 其實 火星是掌管運動員 除了運動員 還有一些做武裝 軍職的人 但有些地方 不會說有軍人 就是梵體江 香港 就是一些 如果是這樣去比喻下去的話 其實就是一些紀律部隊 或者是一些沒有紀律的部隊 這些不做事不讀書的沒有紀律部隊 就很容易會受到一些政府法制的制裁 尤其是 即使是他國 即是外國的一些 政法律的制裁都可以 這個我相信是對很多人的一個 安慰 不過 反過來 其實就算 本地的一些政法單位 一些高官 他們都可以受到一些 前業 什麼叫前業 即是以前中落的業債 透過這些東西 而遭受到衝擊 即是他會得到一個報應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看到 火土 這個四分之上 火土同時都是疫行 會講一些舊事的回顧 舊事回來去懲罰你 不過 那個 其實如果是真的 政法官去受到制裁 他們怕不怕呢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土星旁邊 有一顆冥王星去伴著他 所以 他們就 不是那麼怕 可能會有一種 一笑自知 或者那些 從來得失我看透 這樣的心態 這些就會令我們 更加感覺到不似 然後 現在就講一些 比較少一些 或特別是針對 GMT加伯市區的力量 而是真的講全世界 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牛牛和獅子 分別是金牛座 和獅子座 分別有 天王星和金星 亦都形成了一個四分之上 即是相差九十度 即是說 這個農曆八月 很容易會發生一些 愛情 或者是購物消費上面的損失 浪費人生 例如你買了一些不適合的東西 或者認識了一些渣男渣女 而是浪費了自己的青春 以下這個就很重要 上次我在怪談 怪談 是沒有時間去講這個 因為它 是比較普遍 不是說有一些很實際的影響 但是其實 是比較有一個心理的作用 聽起來好像有一點點正能量 所以我是避免了這一部分 因為有時講一些正能量的事情 大家就會覺得 好像在這裡講廢話 講一些老生常談 但是這個 其實也是這次新月 去透露給我們的訊息 which is 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新月 新月其實是代表一個新的開始 有名叫你叫 新 新開始 它發生在儲女座 那個二十五度 我們在尖聲學 叫它做一個 third decan 第三個十度 因為二十五度 那就是三十度裏面 第三個十度裏面的位置 是不是 原來這裡就代表 水星是掌管了這次的新月 什麼意思呢 首先 這個新月發生在儲女座 原來儲女座的大腦是水星 OK 然後尤其是儲女座 這個第三個十度的大腦 都是水星 所以 水星 對於這次這個 寸女座的新月 是有一個非常之厲害的影響性 我們稍後會去探討一下水星發生什麼事 OK 你們現在去記一下 但是無論如何 水星是代表我們人類的智慧 我們的邏輯性 一些思維的判斷 然後很漂亮的就是這個新月 它是跟摩蝦座的土生 發生了一個我們叫三分之常 即是他們相差了120度 看到藍色那條線嗎 其實是說什麼呢 即是說 我們在這個農曆八月 要運用我們的智慧 還有我們要做一些 很有土原素的東西 即是說一些很實際 一些很務實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透過智慧 去把這些元素發揮得臨裡盡致 不單止因為土星在摩蝦座 是一個非常之土重的位置 而且土星在摩蝦座 是一個最完美的位置 再加上其實在整個星盤裏 其實外出十顆星 有六顆星都在土原素的星座 大家可以看看 金牛座有天王星 串女座有日月 再加上在摩蝦座 有土木銘三顆星 哇 整六顆星 即是說 其實我們做事 在這個農曆八月 不要天脈行空 而是要腳踏實地 尤其是什麼呢 尤其是因為9月22號 是什麼時候呢 是我們叫一個秋分的時候 那些正所謂春種下間秋收冬床 秋收 是一個harvest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我們更加要聰聰明明 醒醒正定 等吃好東西 等收成期 不是說阿波那些收成期 但是因為開始等開餐 這個時候就更加不能臨門一腳去碎 所以我們更加要小心心 用我們的智慧 做一些很實際的事 等我們秋分的時候 有一個豐富大餐可以吃的 尤其是因為這個土星是在摩蝦在疫痕中 我們去想這些要做什麼好的事情的時候 是我們要去回顧一下 究竟我們過去有什麼遺留下來的成功 有什麼是work得很好 我們過去有什麼好好的成就 我們在這個新月 就重新再把它做多一次 即是正所謂吃過翻尋味 這個極端可以用什麼例子 去把我講的講的 會過於可以彼此 以前物氏就是小朋友 vak eyes 過去曾經稍為讀醫 讀醫是法學什麼寫得不好 會有什麼來得一次 會出什麼願作成績 你們要作用智慧的頭腦去想想 之後讀醫要再努力一點 希望呢 再去爭取一個好好的功名 這個可以去類比的心態 而如何应用每个人的心态 不过这件事不是很容易做到 畢竟这个新月在串女座直冲在双余座入庙 什么叫入庙呢 即是最舒服的海黄星 海黄色即是三叉戟的东东 在双余座的位置 这两个东西都形成了一条红色线在中间 不过他们都是相差六度 所以冲击不会非常之大 但始终对每个人都不多不少有些少影响 就是会令我们容易感到疲倦 身体健康可能不太好 身体有少少的疾病 尤其是我刚刚在第一个讯息已经说了 会有什么疾病 亦都会令我们头脑不清 所以在我们做一个回顾 然后重新设计去做好自己 吃过一尾味 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真的要有多些热情 和多些定力 去达成我们的目的 还有 处女座和双余座 分别就代表 处女座 经常都听到 很规模 很吹无求之 尖尖尖尖尖 甚至有少少强迫症 双余座就是说一个接受 信任 所以我们在吃过翻尾味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要做好一个非常好的平衡 不要太过挑剔 但也不要太过信任 所以总之 拿到一个中庸之道 就会非常之好 最后最后 在这个星盘也是带给全人类什么的信息呢 这里我上次说了 然后大家的反应就好像有少少激烈 我相信大家可能不是听得很明白 我现在再说一次 水星我刚刚也说了 解释了 它完全是掌管了今次这个新月 我们看到水星 原来它现在在天平座 天平座我们经常说爱好和平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天平座其实是在处女座的下一个公位 即是处女座的义工 义工是讲价值 即是说 其实全人类来 即是在这个农历八月的心态 他们不是说纯粹想喝下 而是他们是真的觉得和平是有他自己的价值 OK 他们不是为了安定而去安定 而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稳定的生活里面 他们是真的可以找回一片特的灵静 所以 我们先不要去认识这个心态是正确与否 但是我们要去明白 我们要去接受 那难免 一样米样八样人 始终会有些人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而我觉得大家要去认识的事情 就是说 他们不是说纯粹叫你收声 要追求社会的灵静感就算 是他们是真的会做一些很实实的东西 令到这个全世界的平静的能量是多一点 对了 再说一次 因为我现在开始是在讲全世界 所以大家不要对他入座 我觉得一定是在讲我们身处的社会 好了 那会做些什么呢 去令到全世界的灵静能量是多一点 那我们就要看一看 水星是在四分紧 在摩蝶座的木铭 原来他们将来做很多一些新的活动 去令到世界的所谓正能量 会多一点 还有他们的心态 去帮助 去服务 去治疗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处女座 处女座生悦的课题 那 整体来说 有些人会有很多环保组织 这个上次我在《怪谈》 是没有时间去看到的 其实很多环保组织 会做事 会令到 对地球如何好些 而令到大家可以在一个更舒服的地方上生活 需要令到有很多社会和政府 而会做很多不同的活动 去做有很多的念头 令到和平和处 天平座是说的 就会多一点 以上就是农历八月 GENERAL的星盤分析 至於對每一個星座的影響如何 我之後的影片就會陸續有例